各位早晨 行政长官和局长会先跟大家发言 之后会有提问的时间 提问的时候请每位记者提出不多于两题问题 时间先交给行政长官 大家早晨 我今天请医务及卫生局局长 奴崇茂教授和我一起劝劝大家 是因为我要宣布 口罩令将会在明日 即是3月1号全面取消 包括室内户外 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的口罩令都取消 我这个决定是基于以下的考虑 第一 数据显示 本港的新冠疫情受控 是没有大的反弹迹象 第二 香港已经建立了广泛和全面的防疫屏障 第三 重点人群是没有出现爆发 包括医院 老人院和学校等等 第四 病毒变异是没有大的变怀情况 第五 是传统的冬季流感 以及呼吸度感染的高峰期 接近尾声 整体风险可控 我认为 现在是一个适当的时候 去全面取消口罩令 但是为了保护高危的群组 一些高风险的地方 包括医院 老人院 等等 有关场所的负责人 是可以以行政的指令 是要求在场 又或者访客 去戴口罩的 去减低风险 现在我请 医务卫生局局长 去大家 去详细去讲解一下 作出这个决定的理据 请医务卫生局局长 多谢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 刚刚就已经宣布了 由明日 即是3月1日 是全面撤销 在所有的场所 包括室外 室内 以至公共的交通工具 配戴口罩的法定要求 我在这里是作几点的补充 首先全面撤销 口罩令 是基于香港的疫情 持续受控 数据显示 无论我们的污水检测 以至住院 重症 和死亡的个案 都是保持一个低位 而其他的呼吸道病 包括我们的季节性流感 也都没有上升的迹象 重点场所 例如我们的医院 院舍 以至学校 都未出现一些大型的爆发 第二点 是选择的时间性问题 虽然传统的冬季流感 以至呼吸道疾病的高峰期 未完结 但是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纵使我们撤销了口罩令之后 我们预期 新冠的确诊 以至流感的个案 是会有轻微的上升 但是持续期 是会相对短暂的 而我们预计 对市民的健康 以至我们的医疗系统的影响 那个风险是可控的 第三点 行政长官刚才也提到的了 虽然撤销了法定配戴口罩的要求 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高危群组 政府是会透过行政的措施 去要求市民 如果进入医疗的设施 是必须配戴口罩 而政府也都会强力建议 院舍的职员和访客 在进入场所的时候 是应该配戴口罩 卫生防护中心也都会发出健康的中谷 呼吁有呼吸道症状的市民 又或者是一些长期病患 以至身体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士 在空气流通欠佳的地方 是应该尽量去到保持配戴口罩 第四点是关于决定全面撤销口罩令 而不是分阶段保留室内 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口罩令 其实是基于局部保留口罩令 那个防疫效果是不大 而且在执行上面是相对复杂和困难 也都会被市民带来不便 所以我们是决定全面撤销口罩令 而不是分阶段去进行 政府在去年中 一直是用一个稳暴有序的方案 去积极和全香港700多万的市民 去到走出新冠疫情 令到香港恢复我们的动力 全面撤销口罩令 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社交距离措施 正式的结束 香港是全面恢复正常 我们期待明天 明天3月1日会更好 大家可以展露笑容 说声你好香港 多谢大家 最后一点就是 明天开始我们全面复杀 所以在今年 以及内年 我们会全面拼经济 拼发展 而香港在这方面 会全速 去令到 我们整体的发展 会带来我们整体 整个香港的悲益 多谢大家 接着来来是提问的时间 请每位记者提问的时候 提出不多于两题问题 以及先介绍你来自哪个传媒机构 左手边前排第一位 蓝色三流记者 两位你好 TVB新闻部 想问一问就是 其实早前延长的口罩规例的时候 是去到3月8日 为什么突然间会选择 这一天是放宽呢 是不是人做我又做 还有就是相比周边地区 香港今次放宽口罩零 反应是不是已经属于太慢呢 已经错过了争取生意 以及游客的最佳时机 留下了个不好的人象 我们做任何决定 都是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 也是以香港的整体利益 为以归的 事实上在大约 我相信最早两个月前 当有人提出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会不会考虑取消口罩零 差不多在两个月前 我已经说 我们会积极地留意数据 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会积极考虑的 刚才我也都说了给大家听 我们整体考虑 不同的因素 所以在整体考虑之后 我们认为这个时候 是最适当的 在我们全面取消了 口罩零 香港的不同的城市 国际的活动等等 都会回来了 我们香港的经济 和社会活动 会更加提速地 活起来 动起来 热起来 这个都是以香港的 整体利益为以归的 下一位提问 右手边后排中间 黄色三个记者 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从RTHK 第一个问题 是 为什么现在是 是正当时 去扩下 这个 mask mandate given that Macau 下落了 它的 outdoor mask mandate 第二个问题 是 对 wearing masks 在 hospitals care homes and schools 是那些 remaining safeguards to protect people from COVID any elaboration on those policies thank you I have always told people that I will be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of Hong Kong in regard to the total number of infected cases the overall trend and the different data that indicate the situation of COVID in Hong Kong and it is because of overall assessment of all the factors that have been taken into account including those five factors that I have told you earlier that I made the decision and I have told people since almost two months ago that this is an issue that I will be actively monitoring to examine when will be appropriate time to lift the masking requirement so after looking at all the data the trend and the fact that the winter surge is nearing the end in order to give people a very clear message that Hong Kong is resuming normally I think this is the right time to make this decision and that is why today I make the announcement to lift the masking require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that is starting from tomorrow and with the masking requirement removed we are starting to resume to normalcy comprehensively and that will be very beneficial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s well as our activities which involve everyone in Hong Kong as regards other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we have also indicated that for premises or groups who will be regarded as high risks then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place can still ask people to wear masks we will continue also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including some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t cases so it's ensure that the overall virus variation will be kept under control of the and with the next one of the and left the of the left Hello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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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月頭,特首去中東之前,委託財政司副司長去研究一下隔離設施有什麼用途 昨天也開了北部都會區專班的會議,有沒有一些新進展可以跟我們交代呢? 第二,同樣地是關於口罩,即大家關心是脫下口罩,但同樣地市民開始討論 禁蒙面法是否會同步取消,還是並存?現在仍在呢? 主席財政司司長是積極在整體研究不同的隔離設施,他的去留問題 包括有沒有一些可以保存,又或者有其他的使用方法 這個就是副財政司司長已經是積極在做的 有任何決定,我們會儘快告訴大家 另外,口罩令和蒙面法是兩回事 我們口罩令是處理公共衛生的問題 至於蒙面法,我們會適時檢討,任何階段是不處理的 多謝大家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多謝您 多謝你 多謝您 可